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叫做RDB 那么我们先说RDB啊 RDB默认就开始了 那么在开始的时候 我稍微的跟大家说一下 他几个选项 就是我们调他的选项 就是在公司里面 我们可能会调一调 当然一般默认就可以 假如说你非常的上 我非常想调 这不调干嘛呀 显示不出来我水平 那这是你可以去调一点啊 那么大概是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能看到CV这个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呢 我们来理解一下啊 一个900一个1是什么意思呢 900秒当中 如果说有一条写入命令 我们就产生一个快照 那么900秒大概是多长时间啊 哎很好 非常棒啊 这是谁算出来的 非常棒啊 15分钟吗 是不是15分钟啊 是15分钟啊 因为什么15成就 是不是900了 对吧 15分钟之内 如果说有一条写入 第二条我们就产生一个快照 那么 五分钟之内 如果说有十次的写入 我们就产生一个快照 明白吧 一那个一分钟之内 如果说有一万次的写入 我们就产生快照 那说白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出发 拍快照的一个什么 时机嘛 这就是整个这样 你去给人家拍照片 人家说 就你稍微等一会儿啊 我夜一下 然后你干嘛 再拍 那人家还没有夜 你是不是就不拍啊 那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是夜的一个时机啊 我到底 一分钟之内 如果说有一万次的 什么 这个建的一个写入的话 我是不是就要开始进行什么 是不是就要跟他拍个快照 为什么 如果说这要丢了 就不得了吧 那么有的 这个 可能说我这个热烈 比较空闲 那可能他五分钟之内 我写去年 我等你五分钟啊 五分钟之内 只要有一百个干嘛呀 我也跟你进 是不是也行啊 那发现有的人干嘛呀 五分钟 连一百个Kid 都没有写入的那个情况 那这怎么办 我等你十五分钟啊 十五分钟总有一个吧 那什么 十五分钟 要是没有一个呢 那证明你没有Kid 更新吗 没有Kid 添加个更新 你加快照 是不是浪费时间了 就等于说 我跟你拍照 说有人在这就拍照 你发现 等了半天都没有人 你说 我在888拍风景 你是不是浪费你的什么 磁盘空间啊 所以说他就说 那兄弟 那我就不拍了 为什么 假如此时 这个服务器挂了 咱在重启的时候 数据有没有丢 不可能丢啊 因为你到十五分钟 到一个Kid 没有写的话 是不是就不可能丢啊 我这样讲 能不能干啥 那这是个问题来了 这是理想情况 这家师傅肯定不会丢啊 那假如说 一分钟之内 我正好是 99994干嘛呀 写入 就差点一次 然后服务器挂了 你说这个数据 它还会不会有没有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有没有 我告诉大家 很可能就没有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触发 他那个机制吧 是不是没有触发机制 当然我说 为什么很可能 为什么不说决定呢 因为你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有个300秒啊 还有个什么 900秒吧 假如说你只要触发了 后年者 是不是也是 因为后年者 你9999随便触发 哪个时候都行啊 所以说有可能 为什么 有可能 你这两个寸进 都给他干嘛 都给他碰上了 正好碰上了什么 哎 五分钟也没到 十五分钟也没到 然后呢 一分钟 这个当前的 一分钟干嘛呀 也没到 然后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这个数据 是不是有可能会丢失 有没有可能 那就到这种情况 怎么办 所以说 这种情况 我们就要讲后面的IOF 我们把视纸也开了 这是干嘛 你丢了 我视纸里面是不是有 是不是 两者要干嘛呀 结合 还有一个 我们解决方案是什么 比如说 我现在在公司里面 我发现我的并发量比较大 就每秒钟的 我的K的一个读写速度的话 能达到多少啊 能达到1.3万 那这时候 你可能把这个东西 给他给什么 他给大一些 因为你每秒钟 写的速度是不是过多 然后你要是把这个给小的话 你效率是把低了 是不是明白我的意思啊 OK 那还有一个什么情况 还有假如说 你发现你这个每秒钟 写的什么 那K只能达到1000 你觉得这个数值 是不是又已经大了 所以说 你就把它给小一点 比如说 每秒钟 是不是写1000啊 我现在就给成1000 那这个地方呢 我就给它给成 什么10个 可能要是3个 是不是都行啊 这15分钟一个 没法给 你再给的话 就不要了 是不是啊 明白我的意思啊 可以吗 OK啊 那接下来干嘛 接下来这就叫做 我们导出来的 RDB的默认的文件 叫做什么 DumpRDB吧 大家在这个地方来 我们来看一眼 我带大家来看一眼 大家在这个地方 能不能看到这个 这个肯定不是我的 是吧 你看就知道 不是我的 OK啊 这是安静了啊 我们把赖有个东西删了 然后我们再来 稍等一下 OK啊 那这时候干嘛呀 大家看啊 我们先不管那些东西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Dump 这就是我们 默认 他给我们生成的快照 是不是导出的文件名具 叫这个 那为什么会放在这个位置呢 因为你默认 他使用的就叫做当情路径 那当情路径 他认为干嘛呀 这就是当情路径吧 OK吧 所以说是不是就放在根部楼下面了 我这样讲 怎么能干啥 OK 那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干嘛呀 要去修改的吧 那么要修改之前呢 我先干嘛呀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叫做什么 数据快照层主目录 OK啊 那这个目录我们是把层主啊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就要做 大家看好 我们PW 然后MK DIR 然后呢 我写个Date 能跟上吗 S一下 那这时候 大家能跟上我的一个节奏 我们首先在哪呀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来 我们创建了一个MKDIR OK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来存放什么 快照所用的 明白吧 那这样来干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PK要掉什么 啊 REDITH 那这样完我们是不是就把他杀死了 杀死完了以后干嘛呀 我也把它删掉 那这时候大家看好 现在是不是很干净啊 OK OK 那接下来干什么啊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OK啊 然后我们PK要掉 我什么把这个地方已经干掉了 啊 然后关闭什么 REDITH 什么 服务 然后呢 再什么 删除 叫了 现在你是测试环境 你可以这么随意的干 你要在公司的话 你千万不要帮他删掉 明白吗 因为删掉太危险 懂吗 你现在的测试环境 你随便干 你想删就删 OK 删除什么 呃 原来的什么 Dump DNRDB OK啊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 你想删就删 因为你现在在测试环境 想删就删 删完了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什么 VR 然后呢 我们写上一个ETC下面的谁 是不是 REDITH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往上 往上 应该是在上面 我找一下啊 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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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找吧 C5一下 OK 我们找一下 嗯 啊 在这 能看到吗 OK啊 其实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也能看到 这个地方是不是告诉你了 六秒钟 啊 那个 六十秒钟当中 如果说有一万个KID改变的话 我就会出发吧 所以说 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般都会干嘛呀 保持什么 啊 保持默认 然后呢 我们要给哪一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什么stop 啊 是不是就是 如果说有报错的话 是不是就到这后台 就是行 我们保持默认啊 那这个点 我们重点要给哪个地方呢 我们重点找下面 这个地方 这里的名字 是不是叫做 DOWNSRDB啊 我们一般 不会给他的后缀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RDB 你说到RDB 你比如说人家面试的 问你 哎 你的REDITH 有没有用RDB啊 那就表示 他用的是什么 快照 所以说这个快展民 我们就认为 他就是快照 所以说我们不会干嘛呀 我会更改 你因为你更改完之以后干嘛呀 你自己是不是 听玩笑了 这时候干嘛呀 我们给哪呢 我们会把DAR给掉 我们给他给到哪去呢 给到User Local下面的 Local下面的 ReDITH下面的 DAT下面 我这样讲 能不能跟着 OK 所以说一般我们会在哪 会更改 我们会更改什么 更改啊 我们叫做RDB 这种不显得专专业吗 第一个第二个 是不是更加有求女性啊 OK 那下来我们保存干嘛呀 是不是保存地出啊 保存地出以后 User Local下面的NGX REDITH下面的B 下面的REDITH 什么三网 然后User Local下面的什么REDITH 下面的ETC下面的REDITH OK 那这时候 我是不是去启动了 那么这时候咱们干嘛呀 来LOAT一下 6379 是不是也有啊 那重点呢 是干嘛呀 我们来看一下DAT 现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数据 大家看好 有没有数据 OK 现在呢 我们没有数据 那这时候咱们要 保存退出后 重启 保存 保存 配置文件后 干嘛呀 重启我们的REDITH 什么服务 OK好 那这时候啊 我们发现干嘛呀 我在这里干嘛呀 压根就没有什么 RDB吧 那这时候是因为什么情况 那这是因为 你没有出发 他该申请快照的一个什么 什么机制啊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让他有快照 那怎么办呢 老师之前是不是跟你们讲过一个 这Bin目录下面 我们是不是说有一个叫做BinchiMac 是不是跟你们讲 我说这个东西做什么用的 做压策用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用他来给你们写上一个叫做什么 刚安 我来执行多少次呢 我来执行一万个什么 一万零一个mini 就是他会随机的给你 啪啪啪啪啪啪啪 给你整多少个mini啊 一万多个mini OK 当然这个是 你听好了 我现在是一合一计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要使用什么 使用 REDITH 提供的什么 压策mini 来生成什么 一万零一个什么 key OK 随机的啊 这个key 跳了 我也不知道生成什么破东西啊 这是你干嘛呀 你看啊 随便干嘛 那这时候 他就会在这个地方来 给我干嘛呀 卡卡卡的弄 那这时候啊 没关系啊 这个地方快上没出来的嘛 我们干嘛呀 在这地方什么没有啊 那这时候稍微那么干嘛呀 小修改一下啊 小修改一下 ETC下面的 REDITH OK啊 嗯 viy一下 ETC下面的什么 REDITH OK啊 那这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干嘛呀 OK 把这个后面的斜光给你取消 然后呢 我再来干嘛呀 重启一下 我的REDITH 然后我们再干嘛呀 再启动一下啊 我启动的话 应该是在这边来启动 更好一些 回这边下 然后呢 我们NET STAT 然后杠上一个什么 GIP REDITH 嗯 6379 有没有啊 是有的啊 有的 然后 PS 4-EF 然后下面的REDITH 啊 叫啊 哎 现在干嘛呀 我这个REDITH 我这个REDITH 启动干嘛呀 我直接怀疑干嘛呀 我这个服务器干嘛呀 咱们干嘛呀 咱们干嘛呀 没关系啊 这时候我们在这里往来 我是不是找不到他呀 找不到 然后我们在这里往来 首先把所有的都开一看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有SB 有Mama Ketch 是吧 有没有REDITH 似乎好像没有干嘛呀 是没有看到REDITH OK啊 那这时候我们在干嘛呀 来 这时候干嘛呀 TEMP一下啊 然后呢 我来找一个叫做6379 回车一下 那么6379现在有没有啊 我现在PK了 它是不是还是有啊 那这时候干嘛呀 我那台服务器 因为有个人的一些问题啊 导致了干嘛呀 确实现在有问题 那么我现在就更换了一台服务器 那么我说明一下啊 我这台服务器干嘛呀 是一个Ubuntu操作系统啊 是一个Ubuntu的操作系统 所以说我在这里往来干嘛 你别跟他说一下 是个Ubuntu16.04的 而且我是通过apt 也就是说通过他提供的一个叫做apt 然后呢 什么install 然后安装的一个radius 安装一个radius 所以说我一会儿 我的所有的操作呢 可能和我原来的那种目录路径啊 稍微有一点的区别 但是问题不大 明白吧 你们还是按照以前的那个目录路径去找 懂吗 不要按照我现在那个路径来就行了 还是按照User logo下面的什么 radius 可以吧 那接下来呢 这一块呢 还是老微距 还是老微距 只不过说目录路径呢 我现在是不是放在User logo下radius这个地方了 那接下来我稍微给他更换一下 我 我给他改一点 明白吧 我给他改到哪去了呢 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我给他改到这个地方来去了啊 叫做DIR啊 啊 给他哪去了 给到了VIR LAB下面的一个radius当中去 能看到吗 我现在给他改到这个地方去了啊 改到这个地方去了 那接下来干什么 我们保存什么 退出啊 保存退出 保存退出以后 我首先到什么地方去呢 首先就到我目录下面去 OK 这时候来大家看好 现在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目录 能看到吧 我干什么 我先把它删掉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是很干净啊 啊 那这时候大家看好啊 我已经重启过了啊 我的服务我已经重启过了 6379是不是已经打开 那接下来我就来进行压测一下 怎么测呢 我们来一个什么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写个radius 啊 因为我这个地方是用的那个啊 所以说直接就有 -n 然后写上一个什么 一万零一次 OK 那这时候我现在是不是就在写了 能看到吧 那么在写的同时 我接下来干什么 我复制一下绘画到我们的刚才 什么radius当中去啊 咱们在这个地方来看 现在还有没有 现在是不是还没有啊 那这时候我们现在的QPS 是不是之前的那个QPS 是不是稍微的要干嘛呀 是不是高一点了 那高一点完了以后 我这时候呢 我已经进行了相关的一些什么命令了啊 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他有没有达到 现在还没有干嘛呀 是不是还没有出发到啊 没有出发到怎么办 没有出发到的话 那只能干嘛呀 没有出发到的话 我们只能在这个地方来 再多来了几次啊 我来这时候干嘛 来多来几次啊 来三万 给吧 OK啊 那这时候他就狂给我干嘛呀 什么动啊 因为也有可能 没什么没有得到的 也有可能的原因就是 他这个地方有获取 没有什么 就是写的话 没有写到多少啊 没有写到一万次吧 是不是没有写到一万次啊 那这是怎么呀 那这时候他肯定是打不到吧 那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时候干嘛呀 我们发现干嘛呀 怎么还没有呢 再等待一会儿啊 OK这样就敲太累了啊 我们用一个命令 哪个命令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写 我们写OS-L 我们这样的话干嘛呀 这样的话他一秒钟干嘛呀 是不是就给我刷新一次啊 如果说有的话 是不是就有了 那这样的话 太麻烦 我们干嘛呀 我们来改一改吧 好吧 叫着 我现在来改 我现在的路径改了 是不是稍微 我给他改一改啊 改成一个RDB 然后我们往上走 在这个地方呢 我给他改一改 也就是说一分钟之内干嘛呀 只要有一个Key的改变 我就给他干嘛呀 一秒钟之内 只要有一个Key的改变 我就给他干嘛呀 出发一次行吗 那下来干什么 我们EDC RIT 下面的什么 redis啊 这个稍微干嘛 跟你们之前的那个就有点不一样 啊 这时候我们看下有没有干嘛呀 没有停啊 干嘛呀 我在这个地方呢 先PK掉一个什么 redis 啊 那这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再次来看一下 嗯 嗯 哎呀 我这个期待 这个报笔记啊 跳 干什么 干酒 走你 走你 没有了啊 这时候干嘛呀 我们再来干嘛呀 现在有没有 现在什么没有了 那这时候干嘛呀 这时候我们再来启动一下 ETC下面的 INRT.D下面的 有个叫 redis什么 sower start OK 是不是启动了 那这时候我们在这里往来啊 什么依然是 可以吧 可以完成以后 那接下来干什么 那接下来我们在这里往来 我首先看一下 这个地方现在还是没有 大家能看到 什么还是没有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用我们刚才的那个写一下 这不过这我们写的就不要写那么多了 写30个不就可以了吗 可以吧 啊 那这时候呢 那我们也可以用 那我们也可以用redis什么 看的 我再来防止干嘛呀 它写 不错了啊 配着RDB disco 请检查日志 OK啊 我这个地方干嘛呀 稍微等一会啊 这个地方呢 干嘛呀 这个地方刚才是不是已经有播错了吧 好 稍等一下 我 我 鼠标没电 啊 不不不我不是充电的 哎呀啊感动 啊换个鼠标按换个鼠标先换一页 对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看好 是不是已经没有干嘛呀 是没有啊 但是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播错啊 啊 播错到是不是就告诉我快照干嘛呀 当前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写啊 那这时候我们干嘛呀 我们先退出一下 然后呢 我在这里往来干嘛呀 首先我们找到什么 ETC下面的redis 刚才买redis下面的 有个叫做点上个config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找到AOF 首先这个地方我已经关了啊 那那就它没问题 那这个地方干嘛呀 啊 这个地方没有问题啊 啊这个叫dump啊 这个叫dump啊 Check some 啊没有问题 检查 压缩 然后yes 39 那这个地方我是不是给它给它干嘛呀 太小了 我给它给大一点 好吧 那这时候我们干嘛呀 ETC下面的 nrc 下面的redis server stop ok啊 我给它干嘛呀 停一下啊 我这个地方给多少呢 我给它改成一分钟有一次是不是就可以啊 那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上面个rdb 能看到吧 rdb的话 我让它干嘛呀 在这个地方新建一个什么 什么新建一个叫data 那这时候干嘛呀 大家跟啥啊 我首先复制一下它 然后呢 在哪呀 在这啊 那这时候我们给它把方向干嘛呀 换一下啊 把方向换一下 那么我在问的 因为我那个奶奶夫妻也是什么 乌班图的啊 好久没有用了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改过了 那改过了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保存 保存完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改一件事情 在这个地方来干嘛 cmd一下 然后我们运行一个redis redis 刚什么 server 然后呢 redis 点 windows 是不是这个 回转一下 那这时候 大家看好 我是不是也启动了 那启动完了以后 我们重点呢 是不是看一会儿 它有没有数据 是不是就对了 那这时候我们什么 cmd一下 cmd完了以后干嘛呀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 是不是有个叫 redis 刚clr呀 回车一下 这时候我们set一下 一个叫A 我们等于一个什么 BB 回车一下 是不是OK呀 那么我们干嘛呀 set一下 B 等于 A 回车 那这时候我是不是 写着两个 那这时候呢 我们干嘛呀 它是不是告诉我 一分钟之内呀 所以说我们 接下来要需要干嘛呀 是不是需要时间 静静的等待呀 那这时候呢 我们干嘛呀 接着这个东西来干嘛呀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有个兵器Mac 能看到吧 是不是也有个兵器Mac 那这时候我再看一下我本机 我看我本机干嘛呀 这个电脑性能如何 整个三万 就是这么硬 在整个三万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它是不是有get 有increment 所以说它这个三万 它不应该是不是 sdd 是不是 有血有毒 有这些东西吧 什么lrent 什么毒啊 能看到吧 所以说有血有毒 那这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发现了有没有了 有没有 只要你干嘛呀 时间到了它出发的节点 它什么立马就可以打个快招啊 OK啊 那么我们刚才在另一个字下 没有做到那个成功的原因 第一个 因为我用的是版图 因为版图呢 我这个地方 是我定制化 改的东西太多了 如果说我在耐权系统上面啊 给你们去改的话 给成功的话 你们就差不多就冰了 为什么 因为我来里面给的东西太多了 知道吧 第二个呢 我在SendOS的原因 大家就懂的啊 我就告诉我 是不是早上一开课的时候 一跟你们说 我说那玩意 我昨天晚上查了一下 居然中招了啊 所以说我现在格式化了 应该下午的话 我要有时间 我重新装 装完结果 我还是在SendOS下面 给大家干嘛呀 也是 可以吧 那这让大家看好 它是不是越来越大 你发现变大了吧 刚才是不是 它多 没有2.27K吧 现在是不是大了 大了以后呢 这时候有的同学说 上午能不能打开 发现能不能打开 能不能打开 不能打开 我是不是说了吗 它把你内层当中的 就算你这个东西 就只有这样 就说这是一个流水线 这就是内层条 好吧 我们只要让内层 你能看见 现在它把数据 是不是在内层当中啊 人家怎么去做 人家就拿到像 上班有个撞相机一样 它一拍 拍完了以后干嘛呀 直接就存在了 那个你的什么 磁盘当中吧 你觉得你的数据 放在内层当中 是一个可读数据吗 是不是都是 那么0101010 这种二进制数据啊 那你觉得 你能看得懂吗 所以说什么数据 能看得懂啊 一会我们讲到的 日志数据 你就能看得懂 明白了吗 这个数据干嘛 别我打开了 懂吗 那么它的RDB 有没听我的 有没听我的 我是不是想让它多了 就多了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必要在这说一下 你们 你们的服务器上面 就按照老师的干嘛呀 就这个配置 就可以了 不用改 然后呢 你们稍微等它一分钟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最低是不是一分钟啊 等它一分钟 然后干嘛呀 你就能看到干嘛 一个RDB出来了 怎么 那么这个RDB 一旦出来以后 那么恭喜大家 你就已经干嘛呀 是不是成功了 OK啊 然后呢 我看一下我的服务器 我的本级地老 实在也还不错吧 将近四万 对不对 是不是将近四万啊 能看到吧 OK啊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只能接Windows的了 这个地方呢 这就是什么 我们快照什么 文件 快照文件 OK